老鼠 摇他邊好幾隻又肥又大的老鼠在開Party 吃著貓糧好開心 但周邊住戶就好溫潰 就怕說改天哪一天會發生火災很恐怖 不只要擔心老鼠闖進一門 還得擔心這些電線不知何時會短路起火 而更怕的是這上百隻老鼠身上夾帶著傳染疾病 已經危害到住戶健康 恐怖的米奇烏出現在台南家裡 六十多歲的清潔婦人 半年前開始白天在街邊餵養流浪貓 晚間在屋內撒貓糧餵老鼠 導致上百隻的鼠被亂竄 成了整條像弄二十戶鄰居的噩夢 向環保局衛生局反映 但因為婦人住家沒有堆放雜物 清潔隊員也拿他沒轍 讓鄰居快被老鼠搞瘋了 下午會出動空拍機 針對他的屋頂及陽台 如果發現有環境髒亂的情況 將一把告發 現在事件鬧大 偷天錯的屋主也就是清潔婦的哥哥 除了平時投放老鼠藥之外 也下達竹克令 要求妹妹下個月搬離 但會不會搬還不知道 現在住戶只能裝鐵網關門自保 衛生局則祭出限期改善通知 如果沒有改善 就會依照成人兵防治法 開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罰還 希望早日杜絕鼠患 讓住戶們可以安心睡好覺 T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